今天大家在古窗這邊吃飯對不對 它這裡呢其實有一個 它是不是叫做清變液 它頭很漂亮 在那邊過去啊 它邊上了這種 有這種 有這種再去拍照 來我們先往前走喔 謝謝囉 好我們約了一個 約了一個 好 站了一個 我自己在十年前的時候也來過一次台灣 是在2013年 當時也是參訪了日月潭 還有包括我們的爺柳地質公園等等 這十年間感覺到有許多的變與不變吧 可能變的是十年前來到台灣 是一次試景的旅遊之行 跟家人一起 十年後是跟大陸的師生一起 覺得自己在心態上 有更多的進步和變化 不變的可能就是山山 然後還有那些海 還有這裡的人不變的熱情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種既熟悉 又有新的感覺在裡面 然後覺得也非常充實和圓滿 我來的時候行李是只有一個箱子 然後現在已經多了一個大箱子 已經裝不下了 又買了一個新的行李箱 然後因為來到這裡 每一站都會收到很多的伴手禮 有包括鳳梨酥還有蜂巢高等等 然後昨天在九份有被請吃這個 賴阿婆一個芋圓 對然後覺得非常正宗 也很Q彈 很喜歡這個芋圓 然後在每一個飯店 老闆也會給大家推薦 這個飯店的特色的食物 大家都有好好的品嘗 然後都吃得很乾淨 感覺老闆都非常欣慰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寶島台灣 其實讓我的感受就是 山美水美人更美 我們昨天晚上就是在九份遊覽 看了一下海景就是海景特別漂亮 更令我感動的是我們台灣的同胞 對我們的歡迎和熱情 那包括我們昨天在太魯閣的時候 走在路上很多朋友和很多人 都跟我們打招呼 我說歡迎我們來台灣 我覺得特別開心 特別感動 就是我們兩岸的同胞想交流 要交流的心情是渾然天成的 我也歡迎更多的台灣的同胞 能夠到大陸去走一走 看一看 大家也可以到我的家鄉去爬一下泰山 感受一下會當臨絕頂 一覽中山小的雄偉壯觀 到一陣子 到一陣子 就像中山小的雄偉壯觀